黑衣男子一個劍步跳上樓梯 雙手夢敲店家玻璃 又將一整罐白色油漆 頗向大門 下一秒油漆桶隨手一扔 就往外跑 最後跳上計程車離開現場 被頗其的店家就位在台北市市林區 是一間直銷公司 而動手的朱信男子表示 是因為媽媽買了他們家的產品 沒有效 卻不願意退貨 才會頗其血分 事發在十一號傍晚 這一波不只大門遭殃 連一旁的機車腳踏車都被波及 一開始員工還以為是跟廠商 有貸款糾紛 結果朱信男子到案後 才坦誠是因為退貨不成 決定報復 不過民眾購買直銷商品 其實可以在期限內合法要求退貨 除非商品嚴重回損 直銷公司都不能拒絕退貨 而且消費者在書面中指契約之後 公司也得在一個月內退回百分之九十的費用 與其未退可能就會遭罰 而這次朱信男子原本就有傷害及恐嚇前科 這次為媽媽出氣用錯方法 讓自己又再多背上一條恐嚇和毀損罪 華視新聞 廖亦婷 劉俊男 台北報導